各位好 再跟大家唠了句磕 这两天密集的有一些公安系统的人被判了 这个已经是当时孙立军 他就差说孙立军反党反习团伙了 然后圣上就把这刀把子就都给洗了 咱圣上这回洗刀把子的行动是相当的雷厉风行 就包括像龚志安 然后邓辉林 然后刘新云 傅政华 孙立军 然后以孙立军为首的 怎么说 是反党反习团伙 然后基本都被洗掉了 其实他们反不反 咱们都心里是明镜的 他们其实只是追求自己更高的一个政治利益 他真是说反 也轮不着他们去反去 而且作为一个副部级的官员 指挥着什么政部级 副国级 然后一堆的各类跟他平级的 还有好多这种官员 然后去组成一小团伙 以他为首 咱们大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新闻上说 说孙立军被判刑 判的是死缓 跟傅政华是一样的 这种罪 就是说他罪过不一样 但是说刑罚是一样的 死缓 然后不许保释 不许减刑 就是说他在往下的这些年里 因为他岁数也不大 比我大三岁 53岁 然后他往下这些年里 如果他还能活下去的话 大概就是都在监狱里待着了 他就在那养老了 是出是出不来了 您要理解一件事 就无论现在的 包括说政敌里来讲 没有人真正意义上的 能够活着从监狱里出来 比如说你看薄熙来 他也不太可能 对吧 肯定不会让薄熙来 活着从监狱里出来 包括像王立军 这肯定出不来了 这不用想 虽然判这15年 不可能让他活着出来 甚至于包括他的反面的这些人 比如说像是任志祥先生 然后包括像是孙大武先生 他们这些人能不能活着 从监狱里出来 都很难讲 就包括刘晓波先生 为什么会死在监狱里 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 有些人他近期你是政敌 你是不可能真正从监狱里出来的 中国的监狱是可以做 非常容易的做到这一点 你不可以让你活着 再见天日 这是肯定的事情 这回孙力军本人又被判了死怀 然后不许保释 不许减刑 他肯定是出不来 这是肯定的事情 但是您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也可以说是这些年的一个亮点 就这十几年 甚至于包括像往前那些年里 也是差不多是这个亮点 就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 中国政治斗争基本上而言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不判死刑 真的是不判死刑 在我的印象里上一个人 因为政治斗争下去 在公安系统里被判死刑 还是高层 咱别说低的 文强 文强是被判了死刑了 但是王下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没有判过死刑 包括傅政华 包括像孙力军 包括王力军也在内 然后这回叫什么 龚治安 然后刘新云 他们这些人 没有一个判死刑的 甚至于有些人 他只是判了14到15年 这个可能出来的可能性 还是有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大了 这些人 他们不会让他再见天日 但是没有死 不会当时杀 这两年里唯一判了死刑的 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 是谁 赖小民 赖小民判了死刑 这个是一个 其实当时他判死刑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您知道吧 就因为在政治斗争里 不赶尽杀绝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一个 没守成规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你 大家都觉得说 你不要去把这个人 去直接给干掉 你可以说 你把他抓起来 你把他家产没收 对吧 但是不要判死刑 周永康 周永康也没判死刑 对吧 那这些 为什么会把赖小民判死刑了 这个事情 其实就正好证明了这什么呢 政治斗争 是可以没有死刑的 但是你一旦就是纯纯的 就是经济上的出问题 你是拿你当事的话 那这个人 这个人还是有可能 说是挨上一枪 或者给上一针的 这个是一个中国目前 政治斗争里 非常有趣的现象 他甚至于到今天为止 还是在坚持着这个 他必须得说 甭管咱圣上是怎么着 他这一点 他还是干了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他到今天为止 没有把这些人都给全杀掉 这个也是他可以说 算是遵守一些 政治上的规则的一种表现 虽然这个规则 也不能叫真正的规则 更多的是一种帮规 但是他还是遵守了这个规则的 那甚至再往前 再要夺权的时候 你再看咱上上往前 原来夺军权的时候 徐才厚 徐才厚是这个 在调查期间 膀胱癌死了 对吧 那这个像什么 我想想郭伯雄 郭伯雄也是武器 这些人 您往您就这数吧 那下边的人有可能有死刑 但是只要上边的政治骤争 只要你到了一个级别 是基本上是没有死刑的 甚至于你像赖小民 也不算一个真正完全的政坛人物 他是还是说商业那块的领域里的 对吧 那商业公司的 这个多少还是说 你甭管他是央企 还是什么样的 但是他毕竟没有这种行政 就完全的行政职务 那行政职务 你到了一个层次上 那基本上大家遵循 共产党遵循的这个帮规 现行的这个帮规 就是相互之间不下死守 这个确实是有点意思 那甚至于如果你越高级 你的级别越高 你的家产保全率越高 这个也是一很有趣的现象 你比如说到今天为止 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 他还是在国外 他逍遥 很逍遥 钱都走出去了 也不会去追究你 也不会让你去 让你回国 在这两年里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前两天 前段时间 我跟陈希同的孙子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还聊起过这事 他就说他的岳父岳母 是军队的高层 然后退休以后 国内就直接威胁 你必须回国 你必须在什么时间段来回国 如果你不回国 你就把你的 所有的养老待遇全部取消 然后当时就说了 说你到底是不是这方面人 你吓唬我的吧 人家也特客气 直接就说了 说OK好 那这样 您下个月看您退休金账户 你直接夸击 第二个月退休金没了 就没给他发过来 说如果又打电话过来 说OK 您看到了吧 那这样 就是说您回来 您什么时候回来 您所有待遇恢复 对吧 那您只要是没回来 这个您就大约就没了 其实他们不在乎这钱 但是他干了一辈子了 他就觉得说 说我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 心里特别不舒服 就回去了 实际上他可以完全不用回 就在日本 也在京都这边 OK 那都让回去 但是薄花花 像他们这样 犯官之子 完全就没事 为什么 这就是不下死手 让你这后边的人 能留一条路 钱也没有说 给你整个 给你追回 对吧 当然了 他追 虽然费劲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是不追 你到那个程度上 他你说你薄熙来 你在那块 你哪有什么钱 或者怎么样 没问题 他中国全都给你掌握着呢 真要是想弄你 那是分分钟的事 所以就是真的是不追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我党这个帮规 现在执行的 它是另外一套体系的东西 这个体系是很有趣的 就是先你可以洗你的刀把子 你可以清洗军队 你可以去夺权 你可以干很多事情 但是不下死手 不杀人 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 那这回呢 等于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次看到了 这种情况出现 对吧 那包括像傅政华 包括像孙力军 包括像这些所有的人 就是往远了推 我们身上上来弄的周永康 那再往再往后推一点 包括军队这些人 然后包括像是 这个宣传部门的卢伟 他们这些人 那都是一样的 全都没有去把他整个的去完全赶尽杀绝 就是不杀人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这为什么跟大家聊聊 首先第一个 这是中共元老原来定下来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说了 如果说政治斗争杀人 我们的孩子们互相杀 这个不好 所以就是定下一个规矩 帮规 说政治斗争不杀人 就是说可以拿下 可以关起来 但是不要杀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实际上而言 在包括像咱们圣上 如此强势的情况下 他依然要顾及着很多人的这种势力 他说你完全的由他都是掌控 这是绝无可能的事 你把咱圣上给弄成八爪章鱼 对吧 就是像什么 你您看那个叫沿海盗的片子叫什么 加勒比海盗 后来就那位满脸章鱼那样的 你给弄成那样 他让他一个人治国才治不来 他肯定是有各个派系在里面的 所以他也不会说愿意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死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也不太愿意干一件事 就是让所有人过于寒心 大家都明白说你原来手里这些刀把子 它脏了你得洗 对吧 而且他们可能有一点异心 这个异心 未必是想夺 像什么李会说的夺了你的鸟位 它不是这样的 他这种异心很有可能是在争所谓的储君 或者是把某一个人捧上储君之位 这种东西也叫政治上有问题 但是这种政争 你如果直接就是动了闸刀了 对吧 动了机关枪了 这事是不行的 所以他也不敢说把整个的这个人得罪死 那这样没人给他去干活了 对吧 你不可能说是一个人能够整个治理一个国家 这也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到现在来讲 他基本上还是遵循着 OK好 那不杀人 对吧 我可以让你让你永远出不来 那这个你已经在里边待着吧 那秦城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住得了的 那个条件听说还是不错的 听说还是不错的 当然咱也不想去一趟 我也没这资格去一趟 对吧 我相信听我这节目的人 也没有几个有资格能住到秦城里边去的 但是他毕竟还是说 让你后半辈子能活着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 其实你要说起来吧 中国政治上如果说能有一点点进步的话 你还真得说这算个进步的 真的 这还真得算个进步 不像原来似的 只要是想弄 你就是必死无疑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 您可能没有注意到 就是中低层次的官员 一旦说陷入到这里面 那跳楼的可就太多了 你可以不去死 你可以不用死 但是让你死的人可就太多了 这个我知了好几个 如果他们不死 那就有好多人真的要死了 所以他们被跳楼的人还是相当多的 好 跟大家下说几句 就是临时瞎聊 各位这快周末 周末愉快 啊